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三十课度工作室之作 我是林宇 也是何家荣 519集 你也大可放心 我们华夏人可没那么没鼓起 说到做到 何锦奇冷笑道 好 手肿淡淡一笑 转头冲森田说道 森田君 你出面陪他们玩玩 求之不得 森田扭了扭脖子 把拳头捏得嘎巴作响 缓缓地走出来 冲何锦奇挑衅地说道 你们这边谁来与我对战 你吗 小子你会功夫吗 好 那我就 何锦奇刚要答应 一旁的李千浩立马拉住他 有些不放心地劝阻 锦奇 你可不能跟他们打呀 一会儿我们中午的饭局 你总不能鼻青脸肿地出席吧 虽然李千浩觉得何锦奇不一定会输 但是打斗过程当中受点伤的恐怕是难免的 是啊 因为大老板确实不能够随便出马 正好也可以借机验证验证那两个教练的水平 锦奇 他俩说得对 你还是别出面了 我看这小矮子挺厉害的 你啊 根本不是对手 万一被打残了 那你们何家的脸都要被你给丢光了 这个时候人群当中张义堂突然出言讽刺了何锦奇一句 显然是故意在刺激他 他知道这帮窝国人既然赶过来挑衅 那水平必然不俗 所以他很想让何锦奇出面应战 很想看看何锦奇被揍惨的样子 不过何锦奇可没他认为的那么无脑 回头扫了他一眼冷声说道 我们何家的脸面用不着你操心 你先想想怎么找回你们张家丢尽的脸吧 你 张义堂气得胸口直疼啊 怒冲冲地瞪了他一眼 楼凯 何锦奇没再理他 沉声说道 你给我教教这个森田怎么做人 他之所以选择这个楼凯 不只是对他的实力十分有信心 还因为他是八级拳的传人 一属刚猛翠裂的八级拳 简单朴实 但大开大合招招致命 跟那些个表演性质的套路武术 是截然不同的 具有非常高的实战性 他要让楼凯用中国传统拳术 战胜这个森田 让这几个窝国人心服口服 好 何锦奇说完 擂台之上 一个十分精壮 肤色泛黑的男子 拍了拍手 冲森田招招手说道 来吧 小矮子 上来吧 另外一个教练冲楼凯笑着 轻点 别把这小伙子打死了 他见森田身材矮小 所以语气中颇有些不屑 说完 他一抚身钻出来 跳了下来 腾出了场地 森田倒是不以为意 冷笑一声 抖抖身子 神色狂傲地 迈着步子 往擂台上走去 同时冷声说道 按照我们蓄日帝国的规矩 双方挑战时 可自由对战 没有限制 唯一的规则 就是不能出人命 你们敢答应吗 其实这是他 随口杜撰出来的一个规则 为的就是一会儿 能够下狠手 哼 敢 有什么不敢的 楼凯晃晃拳头 毫不在乎地说道 显然他对自己的身手 十分有信心的 他心里也是暗自地憋了股劲呢 一会儿要是打起来的时候 往死里干 让这帮窝国人 知道知道自己的厉害 好 你挺有种的 森田那中文略带生硬 但也十分流利 压着擂台绳 一个跳步就跳了进去 给他带护具 楼凯冲拳管的销售人员 使了个眼色 哼 不用 森田摇摇头 冷笑说道 跟你打 根本不用什么护具 哼 好 楼凯冷笑一声 咬咬牙 内心的斗志 也是陡然间被激发起来 接着 把自己头上的护具 和手上的拳套 全都摘下来 扔到了擂台下边 随后 马步一扎 双拳分架 满脸坚毅地 冲森田说道 来吧 加油 废了他 对 废了他 把他们打出华下 擂台下的观众立刻围了过来 大声地给楼凯加油 好 我答应你们 废了他 这个时候 森田转头嚣张地 朝下面的众人说了一句 随后脚下一灯 飞速地朝着楼凯扑了过去 凌空一脚 直踢楼凯面门 楼凯反应迅速 一个晃身躲了过去 不过 森田留有后手 脚一落地 立马回身 一个扫腿 楼凯双臂一挡 硬生生地接下来 不过 巨大的力道 冲击着他双臂 阵阵发麻 他脸上 不由闪过了一丝痛苦 森田没有丝毫地停留 再一次一个劈掌 砸了下来 楼凯闪身一挡 一拳 砸了出去 不过 被森田利落地躲开 随后 森田怒喝一声 双腿一分 以内部近视踢 打 摔 拿 对楼凯发起了攻势 每一招都不算快 但是力道十足 甚至比楼凯的八级拳 还要刚蒙几分 森田用的是空手道中的经典流派招式 从他的发力和攻势看来 他的段位绝对不低 楼凯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级别的高手 猛然间队上颇有些慌乱 出拳 阁挡 都有些勉强 台下的众人不由得暗暗 为楼凯捏了一把汗 纷纷大喊着加油 首肿和高桥则是一脸笑意 在他们看来 森田根本就没有出权力呢 显然是故意在遛这华夏人玩 否则以他的能力早把这华夏人KO了 何锦奇 你真是吵了位好教练啊 厉害 真厉害 这个时候张义堂满脸幸灾乐祸地冲着何锦奇竖了竖大拇指 他是全场华夏人中唯一一个希望楼凯失败的人 显然 对于他而言 他和何锦奇淋雨的私人恩怨 比民族国家的尊严还要重要 此时森田见楼凯体力有些跟不上了 瞅准了破绽 一拳砸在楼凯的胸口处 冷笑说道 打我呀 废物 打我呀 楼凯瞬间被森田这话给激怒了 大吼一声 卯足了力气脚下一蹬 一拳砸向森田面门 森田是早有准备的 双手一架 一把牵住了楼凯的胳膊 同时脚步往后一撤 身子一蹲 立马将楼凯的力道卸去了 顺势一肘砸在了楼凯的脖颈处 楼凯眼前一黑 扑通一声 便栽倒在地上 嘿嘿嘿嘿 华夏初 起来继续打我呀 森田面带微笑地站直了身子 将脚踩在楼凯的脸上 他说话的时候满脸得瑟 一边踩着楼凯的脸 一边扫视着擂台之下 何锦奇等人 何锦奇面色铁青 感觉这个森田踩着的不只是楼凯的脸 还有他的脸呢 其实在场的众人也何尝不是这种感觉呢 自己国家的国术与人家国家的国术对拼 换回的结果竟然是惨败 他们看到的是华夏的尊严被人肆意践踏 怎么样 这下你们输得幸福扣服了吧 下面的手肿洋洋自得地说道 说 或许你们华夏的国术在国际上都出名 但是跟我们国家的国术相比 真的是三脚猫功夫而已 嘿嘿嘿 放屁 何锦奇心头血腥 逗然间被激发出来 转过身来指着手肿冷声说道 我跟你打 啊 手肿眉头一挑 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 饶有兴致地打亮了何锦奇一眼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侨 终于信息